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挨个的感谢他们 说你对我很好 你挺我 你很有意气 你就是我们哥们 你这个两年你怎么怎么帮助我 然后各个点名予以表扬 那这我就奇怪了 他这个跟下面的二十几个这种共和党党允议 看看还不止 我看到四五十人都有 人头庸庸 全是他自己人 对 然后就发表那种 好像发表那种家庭会议讲话 对 那么我这个镜头拉开怎么 哎 这个酒店的这个宴会厅怎么多了六七个那种什么华人的经理啊 对啊 怎么站在那边啊 怎么也不上菜啊 一看原来是副总理刘鹤 还有呢 中国大使崔天凯 那五六个人就像木头人一样就站在一边 对 还有商量工长和银行行长 是啊 那川普在那口墨横飞 没完没了 我就一直看表 这不是签署吗 你说你这干啥呢 对不对 他就把这五六个中国官员就晾在一边 我想他还没有礼貌 你既然呢 你就花这么长的时间 超过半小时 来跟你这些共和党二门瞎聊 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 你怎么不把中国客人请到白宫的一个偏厅 就叫两个大妈给他按按摩啦 捏捏脚啊 放松一下 冲被气回茶啦什么 就小睡一会儿 就说等你感谢完毕才把刘鹤请过来签字呢 你这干嘛就这么罚战呢 我这一想 这美国人也难怪他只有两百年历史 他不是李一之邦 对于这些代客之道他不懂 这不跟我们中国三千年文明历史不一样 所以这个场面非常怪 这个是从前没有见过的 川普那么喜气洋洋 后面站这个彭斯也能站 这彭斯六十岁了 川普七十多 就在麦克风一站站上一个多小时都不简单 对啊 对不对 而且他说话不看讲稿啊 对 那不会结结巴巴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不会啊 完全是谈笑丰盛 对啊 这两个人精力可是十足 对 这让人非常佩服 对 这个川普总统开这个这个他的个人的这个宴会啊 没有一个民主党的议员 没有 全部是他共和党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协议不需要国会批准 他说了算 因为叫临时协议 如果你要跟墓西哥 加拿大签订一个正式协议 你要国会批准 如果你跟中国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 需要国会批准 所以临时协议 对于川普总统来讲 那简直是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呢 哎 这个呢 就难怪就国内的网民就议论繁分了 说这新马关条约了 这碰上了一个养鬼子的这个伊藤博文了 这个真是春帆依旧在啊 就当年李鸿章签的那个叫 春帆依旧在这个马关嘛 对不对 后来太平洋战争被魅军给炸了 后来就重盖 就是谈判桌跟那些几把椅子都保留 所以呢 现在这个就是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 中国人有点让他感觉到有一点自豪 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说是 你看川普是总统 我们中国是去了一个副总理 跟他不相匹配 对吧 他没有对等 你看川普是不是丢脸 丢了美国人的脸 其实美国人根本不在乎 美国人在乎你签美签合约 你这个签合约的人是不是有合法性 也不在乎你 刘鹤是不是中国的 是不是台史 他根本不在乎 那除非你刘鹤厌名正身 原来是个调包的 除非你这个 北京开个计程车司机弄来也叫刘鹤 也就在站 我看他不至于这么胆子这么大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 就是说进来只要是中国副总理 那就也就 就就就就就 凑合着你无所谓 中国人那种天朝大国 老是用19世纪末的这种眼光来看 21世纪的西方文明国家老大美国 所以这当中呢就是很多误会 有什么什么对等啊 有什么你看我们习老大就不给他面子 就派个小的来耍你 你看到最后你看谁耍谁 我看这半年之内必有分销 现在美国方面啊 原来都认为川普总统是达不成这个协议的 原因就是 你要价这么高 中国现在财政这么困难 对吧 然后中国的农产品 从来没有消耗过 在中国进口过美国这个 400亿的农产品的这么一个 这么高的一个订单 没有过的 最高的时候是290亿 那么一般情况之下正常是200多亿 差不多 结果川普总统说不行 这个是谈讯的代表是200亿提出来的 是美方自己提出来 川普总统很生气 不行 他说我要500亿 后来谈来谈去谈成400亿 中国真答应了 要这个中国买这个产品 其他产品加这些要2000亿 这个数据在美国看起来最开始也不可思议 所以国际的经济学家 商家 投资公司 顾问公司都在评估 你这个合约搞这么大 中国现在自己没有钱 对吧 他怎么能实行这个协议呢 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协议很难实现 您觉得这个协议会实现吗 这个有没有钱 这个我们不知道 得要问问李克强 他是掌柜的 他现在说没钱呢 中国外汇储备大概也有三万亿美元 对不对 不过可以动用的 可能据说好像一万亿不到 不过不要紧有钱没钱 他自己心里有主意 即使这个是官方的国库里面钱不够 你再抓他几十个贪官 在他那个大腐地豪宅里头 把地板都撬开 我包管每个人在墙壁里头 地板下都藏他 藏他个十一八一美元线潮 把这些都凑合着 堆成金山银山 我估计呢 也够买个一年的 这个东西呢 所以这个是第一 我认为这个协议不可能执行的 首先这个钱够不够 这个是最表面 最重要的里头这个细节 首先 这个买这个美国的这个400亿 买的什么东西 买大豆 买大豆做什么资料 最近这个中国的大陆就出现了猪瘟 这个猪瘟呢 就把那些养猪肠搞垮了不少 养猪肠都垮掉 对于大豆资料的需求量也就降低 因为现在中国的猪肉 慢慢要从国外的进口 所以你这个大豆啊 你从美国买 我看今年的配额 或者是中国需求量 会出现一点变化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要把美国的份额增大 其他的国家就肯定的极小了 比方讲这个加拿大啦 巴西啦 进行买大豆 买这个猪肉那怎么办 但是中国政府说 不会影响对其他国家购买进口的愤恶 这个就有点的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呢 你口袋里就那么几文钱 你这个钱呢 就买了这个武大郎的烧饼 那这个就够不上买那个王婆的那个青瓜 第一个但是 就是拿端这个菜篮子到北极买菜的个大嫂 都懂得这个计算的 所以这里头卖的什么药 我们看这几个月以后就知道了 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文本里头 就是说中国会对应该对美国开放 银行金融服务贸易等市场 这些什么银行金融不是制造业 不是工业 而是跟钱有关的 比方讲这个保险 这里头有个条文 应该让美国的保险业进入中国 要么入股中国的保险业 要么全资可以开设美国的保险 这就奇怪了 因为比方讲你跟美国一个公司 像AIA 如果中国遵守这个条约 马上就来中国进驻开保险公司 那你开保险公司 美国人有这个诚信 他卖保险是全球第一流的专家 他无论做这个市场宣传 找个到犹他州摸门教那些金头发 长得很帅的 穿着白衬衣短袖子 说了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那种传教师 叫他当这个推销员 来到北京啊成都啊 就唬那些大妈大嫂 个个一看美国人这帅小子 来卖保险啊 这个身子早就稍软的一半 这美国人叫他买多少 他就买多少 好了 这后来一接算 你用什么钱来买 用人民币来买 还是用这个美金来买 这个写意里头关于这一条 我看不到细节 也按照这个现在这个中国 经济状况来讲 你找一些中产阶级啊 或者民企啊 他不一定有那么多的美金 藏在家里 银行也不好乱提 所以只有啊 用人民币来交易 是不是啊 这用人民币在大陆怎么跟 美国的保险公司来投保呢 这个我就不懂啊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保险公司 跟中国的顾客 一来谈保险啊 这个每一张保单 有没有上限呢 买多少呢 比如你要买个一百万的 那一百万的人民币 美国的这个保险公司收过来 是不是马上或者是若干十日以后 可以跟中国的金融单位就兑换美金呢 对不对 你兑换美金的话 那坏了 中国的人民币这个现钞是烂印烂发的 流行在大陆的这个市场 这个人民币现金或者存款里头 我们知道这不同的数字 有人说一百五十多万 一百五十多万一的人民币 那你怎么把人民币换成美金呢 让美国的保险公司 就带回到这个 会回那个美国呢 这个中国的金融管制法力 那是否应用呢 还有这个中国现在有办法的人 都想离开 那么会不会用这个美国保险公司来华 开业 成为一条热资逃亡的一个通道呢 你跟这个美国保险公司的这个从业员 谈什么呢 说些什么俏俏话呢 有没有上限呢 你要买多少 我要买十不相门 我要买价值两亿美金的保险 就把美国AIA的吓一跳 只要你有办法把我的钱弄出去就行 我不要你赔 我买两亿美元 你只要三年之外 在美国还给我一万两千亿 那就可以了 那你说这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摩摩 哇 这还了得 所以我说这个协议 那你怎么能够签呢 你怎么能让美国的保险公司 来到中国来 全资拥有这个一个保险 外资的美资的保险公司 我没有看错吧 对不对 即使不是全资的 你入股也不行 哇 这真的开玩笑 这个明年是鼠年 那你不就是在这个自家的米缸里头敲一个洞 让美国保险公司这伙老鼠啊 进来搬大米嘛 对不对 那倒不如你让美国人来我家活库里头 淘钱抢钱算了 哎呀 对不对 这个怎么执行 我就实在障碍金刚 摸不着头脑啊 对不对 我可不是保险从业员 我不是这个专业 请这个美国的华人 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多多指教 这一条是个什么名堂 我看不出来 以我这个有限的常识 我认为百分之百是伤权如果 国内的网民呢 没有说错